接着来关系的是总统大选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26号是来到了花莲展开一连串的拜票行程 那么吴欣盈强调她的专业领域 以及和克文哲共同建设台湾的理念 同时也推荐了部分区立委候选人林义军 呼吁政党票投民众党 让花莲多一席立委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26号首度来到花莲展开一连串拜票行程 吴欣盈向花莲相亲说明她的专业领域 以及和克文哲共同建设台湾的理念 跟我说取知社会用知社会 所以反正就回来台湾这样子服务 那这几年来呢 我有因为慈善的关系 帮忙新光做海外东南亚的投资 我去超过十多个国家 我看的很多感觉台湾还是有很美好的地方 有些所调的事情 稍微比较高兴 那其实就是说 要怎么样让台湾能在经济重启飞 然后再让大家不要这么样的分裂 大家来团结 面对这个新的21世纪 怎么样转型 我有一点循环 412天里头呢 我推出了16个法案 完整的法案 包含AI法案 社会医疗法案 还有一些电子签商等等 就给他自己提的法案 吴欣宜同时也推荐了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林义军 呼吁政党票投民众党 让花莲可以多一席立委 林义军表示她是一位药师 在医疗领域非常专业 她同时也关心教育 交通等各项花莲所需的建设议题 她希望可以有机会为花莲相亲来发生 建议会幻视报导